他可以隔空這樣子在那邊罵 穿過來 你抽菸 你不會覺得很蠢嗎 奇怪耶 你吸一去幹嘛 要吐出來 吐進去 吐出來 腰吸 吸了 腰吐出來 你身體病啊 你的第一個就是聖虧 漂亮 和你 沒有錯 That's right 太準了 第二個太可怕了 就是 來來 但這個我可以證明 我怎麼可以 聖有沒有虧我就不知道了 對啊 我跟你講 我這個 很想要幫他證明 我這個不只心臟大科 我腎臟也很大科 腎臟也強嗎 我怎麼可能會有腎虧 對 玉琳哥 玉琳哥真的有腎虧 真的 因為他之前還沒生這個女兒的時候 是花了這個 千辛萬苦 好不容易懷了這個女兒嘛 他之前 我跟你講 我常常因為跟他們一起聚餐嘛 他本來就不愛笑 沒有 玉琳哥講的笑話他都不笑嗎 都不笑 有頭嘎臉 有頭嘎臉 但是有一次習慣 來吃飯的時候 他 他竟然 奇怪 芽芽為什麼笑呢 那後來我知道 我們有個朋友叫做那個 光頭Paul Paul Paul Paul拿了一個這個非常厲害的東西 給了玉琳哥 真的假的 你 那個東西吃了之後 我跟你講 芽芽 哇 開心了 不得了 唉唷 滾了 我告訴你 但是我跟他一起出外景 哇 太弱了嘛 很弱 叫他跑個山他也沒有辦法 他完全沒辦法 軟乾瓦 他只能靠那個東西 維持住 他原本 他還沒喝那個東西 自己 他做福利體的事這樣子 他後來吃了之後 單手 換 又是 傑芽 不是 雙手 聽我講 憲哥 他這方面他真的是有聖虧 他在尿尿 他一直尿 每一次騎車 騎不到五分鐘 他就一定要尿 騎不到五分鐘 他一定要尿 吃飯也是 一坐下來就開始在找廁所在哪裡 那是因為我水喝得多啦 怕七這件事情 你覺得 好嚴重 聖虧又怕七 超怕的 我跟你講 我 甭講怕我是尊重他 不是 我就是 我跟你講 怕七跟聖虧有關聯 對 就是你 你如果說能夠讓他滿滿的 就真的走 快點 然後他會 那不可能 他就是 對 沒錯 他是在我們面前很愛面子 可是你知道 記不記得那次吃飯 他老婆一通電話來 馬上就走 他嚇死了 點一堆菜 嚇死 我們去吃那個泰國料理 菜都點好 剛上 他老婆一通電話 潘老師 想說 我先走 我老婆 我老婆生氣了 怎麼會是吧 就走了 不理我們 最主要 因為我還沒吃到啊 他不是你點的 全部都是他點的 然後他就這樣走了 我只喝了 然後我跟妳講憲哥 我只喝了一口冰水 都要我跟他們勾大局 沒有 不理你天水啊 你剛到大陸的時候 要聯絡吃飯的時候說 為什麼你不帶牙來 他說不用 我們自己吃就好了 不用管他沒有關係 這樣子 結果雅雅生氣 你就真的走了 她就走了 而且我跟你講憲哥 每一次我們禮拜 我們自己的節目 我們錄完之後 他每一次錄完一定會先到我家洗澡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雅雅希望說 因為家裡有小朋友 希望他淹少一點 或是不要有淹味 身上回家的時候不要有淹味 所以他每次來 這麼偉大 拚命 拚命中 然後他回到家 他一定到我家來先洗完澡之後才回家 他在外面不是抽一根 是三根在那邊 一直三根 你三 在吹排泥喔 然後起來抽 回家以後就不抽了 因為家裡面有女兒 那 早期是可以在陽台 那時候女兒還沒出生陽台 還可以 那現在連陽台也不行 也不可以抽 因為陽台會曬小孩的衣服 所以我現在呢 就變成說 只有在錄影的時候才可以 那我連到社區樓下 都不行 我們已經抽完對不對 我還可以在外面站30分鐘 然後讓風把那個煙味推掉 真的喔 憲哥真的喔 我老婆的鼻子比狗還淋 我都已經給風吹30分鐘了喔 我上去他還是聞得到 那我就沒辦法 糟糕 有一次他不給我面子 我在我們家樓下喔 我們家四樓 在樓下喔 我就很急嘛 在那邊吹 沒想到我老婆站在陽台 就在那邊看我 然後四層樓 他可以隔空這樣子在那邊罵 穿過來 你抽菸 你不會覺得很蠢嗎 奇怪耶 你吸去幹嘛要吐出來 吐進去 吐出來 要吸 要吸 要吐出來 你身體病啊 在那裡就這樣罵 罵到整個社區了 不是 雅雅常常會講一些很奇怪 她說你有沒有本事 你吸去 吸去 你就不要吐出來啊 吐出來要什麼 要吸回去 一個煩蜘子的感覺 沒有辦法 喔 我跟你講 我們很怕喔 對啊 不過所以這盛虧跟怕七 我覺得 怕七 真的嗎 有 有 有 都推口上 有 我跟你講 那個憲哥我今天還要講 我今天要爆一個料 我確實要爆 因為你知道 映英哥最近工作太繁忙 他吃的東西又燥 對 吃的東西都非常火非常燥 這些東西 所以他常常會 然後常常去買一些消致丸 蛤 買一些痴瘡藥 然後那一次我就 我還沒得過 我就幫他 痴男久治他加減都會得啊 真的嗎 你沒得過嗎 沒有啊 一次都沒有過嗎 一次都沒有 那你一次都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昨晃不紅三年 好 一次都沒有過 沒有啊 痴瘡 怪了 我沒有 得痴瘡屁股爛掉 對啊 真的沒有啊 自己得痴瘡還要拖人家下水 小燥你有過吧 說真的 他都沒有搭吧 你看 你就有了嘛 你又拖給我嗎 我都把痴瘡也會噴出來 拖子會比較燥 沒比較燥 好啦 我也要謝謝小鐘 因為那時候我得痴瘡 他給我痴瘡也會混 不用嗎 我那時候因為長痴瘡 可是喉嚨也痛 你知道嗎 趁你噴完 趁你噴完 哎呀 妹子愛 都沒有啊 從小到 好啦… 算成立啦 老湯明打電話給我 然後告訴我說 等一下可以來我們家去弄個什麼東西 什麼之類 我說因為我要工作要錄影 然後好 我就說好 那我等我錄影完之後再說 結果呢 那天剛好好不時 我老婆又打個電話來說 老公我去Costco買個東西 我說OK 她去買個東西嘛 那你就有空 你也就去猴家 對 可是我沒有沒有 因為他們都在忙 我剛好也在工作 好啦 那天晚上我就剛好 工作忙忙之後 因為時間過了 我想說老婆也沒回電話 也沒有在家怎麼不對 我就想說好 等她自己回來再跟我解釋 我就跑去侯昌明他家 那很好 去他家OK嘛 但是一到他家 開門的不是侯昌明 是他們家的一個菲傭 我以為是你老婆 我跟你講 後面是這樣 菲傭把門打開之後 我才進門一跨一步 你知道我發現了誰 誰 真的就是啊 就這兩個人 在喝紅酒啊 就這兩個人 然後她一看到我那個 驚慌失措那個感覺 當場撞見他們 當場從四樓壓往下跳 難怪你老婆會跟他講說 沒有 有一次我跟潘老師跟Kiki 一起在餐飲吃飯 然後潘老師就說 玉琳哥 一起尿一起尿 他說不要憋尿 因為男生有時候也會叫 然後後來那個Kiki就說 老公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 你不要什麼事要約玉琳哥 男生在那邊約尿尿 娘抱 就把潘老師趕走了 潘老師一走 Kiki馬上握住我的手 玉琳哥 我們為什麼要愛得這麼辛苦 我們要聽完 神經病 我們為什麼要聽這些東西 嚇壞 你沒有看到阿滴姓很緊張了嗎 他開玩笑 那個事情我要澄清了 那是 侯昌明約我去他家 那個曾亞蘭也約那個Kiki 那侯昌明 沒有 亞蘭那天不在 明明在房間裡面只有 侯昌明下樓去幫我們買那個 蒜蓉花生 所以短暫那十分鐘不在而已 但是他十分鐘 也注意讓我們做很多事情 這免許我們去 十分鐘就是一個意思 你不要理解 你不要理解 我把牌拍掉了 你講不定 你講不定